今天啊,我会教多年养归生涯中的八条感悟分享给大家 可谓是句句真言,发自废福吧 相信不论是对老养归人还是新手啊,都会有帮助的 点赞,关注,加转发,养归顺利,很健康 能不能买,书可看正常 俗话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养归也是一样 总是看到很多人遇到书可就不知所措 有的气馁,有的恐慌,甚至富有负罪感 养归挂了固然不顺心,但是请相信我 这是养归道路上必须经历的过程 哪怕你把全天下所有的攻略看遍 跟所有的大佬交流,都无法保证不守格 只要你养的归够多,品种够丰富,时间够长久 收割始终会伴随在你的养归生涯里 除非你退坑 因为这不是水平的问题,而是概率问题 每一位资深的养归人都是从无数的归壳中吸取教训 积累经验 也许你心目中最牛的那个大佬 就是收割最多的那一位 能乐趣,养精不养多 都说一路归圈身四海,从此钱包失路人 养归是很容易上瘾的 一旦你着迷了,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很多人都会买了一只又一只,一个尽量的买归 结果发现家里养不下了,没精力管了 再无奈地出掉或者送掉 如果你是土豪,家里空间够大 财富自由,那倒也无所谓 只可惜啊,很多玩家跟小包一样 都是居民楼眼归 这样的环境注定空间有限 所以啊,与其把钱花在数量上,不如把钱花在质量上 在有限的空间里,买精品才能更好的体验养归的乐趣 No.3,没有最好的养归方法 说到养归方法,我一直怎么说来着 从来都没有最好的养归方法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养归方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因为饲养技巧不同而引发矛盾 什么水位应该生还是浅啊,要不要晒台啊,冬眠还是家屋啊 这归好养还是南养啊,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可以引发一场骂战 但是各位就没有想过吗 每一个养归人的饲养条件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域环境,不一样的饲养环境 不一样的归类品种,不一样的养归思路 哪怕以上条件都一致,那也是不同的人养 养归不是做数学题 一加一等于二才是正确 只要不违背归类的生活习性 各种方式都可以尝试 并总结出适合自己的养归技巧 切勿没有充分实践就去过分崇拜 明信某种思想观点 更不要以偏概全排他注意 你的养法成功了 并不代表别人的养法就不成功 永远记住啊 弱小和无知不是进步的障碍 傲慢才是 No.4 切勿攀比,低调养归 相信大家都不喜欢炫富的人啊 养归圈子也一样 我认为养个归还拿来炫耀的 都是些情伤和心理年龄很低的人 你可以分享自己的爱归 但是不要去试图炫耀他们 更不能以他们去贬低其他人的归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全民仇富的时代啊 当你想把宠物作为骄傲的资本师 你就成为了重视之地 我知道这个不全是你的错 也有时代的错 但是我真心愤劝各位国友 切勿攀比,低调养归 因为我是真的收到过一些私信 内容就是啊 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啊 你还X的有闲情意志养归 No.5 条件允许,喜欢就买 小包一直愤劝大家理性买归 价格炒得太高的归就不要买了 不过啊,这个也得看经济情况啊 如果你真有那个条件 又非常喜欢 那么即便价格高昂 也不必过于克制 宠物的价值本来就不是和金钱来衡量的 情感的牵绊才是死眼的意义 No.6 治疗找医生,术业有专攻 如果你的爱归生病了 并且你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那么请一定要相信我 不要去问网上的博主怎么治疗 更不要去问网上的归有怎么办 他们都不是兽医 没有责任和义务来问你的宠物负责 更何况 隔着屏幕运用抽象的文字描述 如何包着你的操作没有入差呢 这会让你处于病急乱投医的状态 不是乱下药 就是耽误了医治时间 中肯的建议你 将爱归送往宠物医院 在专业的兽医和治疗设备的加持下 你的爱归才有最大的希望康复 当然前提是你真的不惜代价 实际上大部分养归人宁可收客 再买一只也不会去医院 往往希望靠别人来谈个运行 万一就回来了呢 是吧 No.7 养归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这个是告诉一些想要投资养归的朋友们 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 当很多人都觉得养归赚钱的时候 那他离崩盘也就不远了 更何况养归不是刚需 在经济下行 消费降级的环境下 大家都在为养家生机而烦恼的时候 又有多少人会花高价去买归呢 No.8 家人永远排第一 不管你多么喜欢养归 不管你处于什么目的养归 如果无法兼顾到家人的感受 我希望你一定要三思 养归只是一种兴趣爱好 大部分人的养归生涯 只是吩咐了你人生的片段 而家人是你人生的全部 永远不要因为养归 而和家人发生矛盾 如果两者无法并存 我希望你忧心考虑的是家人 最后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养归顺利 何家幸福 我是家豹 我们下期再见了 你不是应该睡觉的吗 怎么醒的呢 好热 好吧 这几天确实热 看看都23度了 真的不行吗 咋办 要不咱吃点 最近的天气很奇怪啊 忽上忽下的让人捉摸不透 你要么就热起来直接出眠 该补水的补水 该喂食的喂食 现在搞得不上不下的 很是头疼 这几天啊 很多龟有的龟都醒了 都在问我到底该不该喂食 说实话 我也想喂啊 毕竟龟宝宝都好几个月没吃了 肯定是饿了 但是当我看到 未来几天天气情况的时候啊 又开始犹豫了 这不又要入冬了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冬眠箱子里的黄园宝宝都甦醒了 于是啊 我只好将它们全部拉起来 集体补水 就当是做个冬眉检查吧 值得欣慰的是啊 所有的龟宝宝都状态良好 没有出现不适 按照这个状况啊 一般补水的三五天就可以正常喂食了 但是大家也看到了 再过几天啊 又想进入寒冬 所以啊 只能克制住过去的喂食强法 给它们做个简单的检查和补水就行了 不要冒险喂食 因为啊 虽然龟室苏醒了 它们的身体机能还没完全恢复 消化能力还很重 如果急着喂食啊 一旦气候浊降 很容易导致肠胃问题 不要担心会把它们饿着 永远记住啊 补水比喂食更重要 既然一个冬天都坚持过来了 再忍个几天 有能如何呢 是吧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啦